夏天要到了 台湾属于亚热带地区 一旦气候炎热 夏天经常会大量出汗 容易耗香腥气令人烦躁 此季医院中医部 针对了饮食、衣着和运动方面 还有四个常用于养心的穴位 帮助民众在夏天能够适时输压 减少烦躁与不安 5月6日是24节季中的立夏 代表夏天正式来临 华林慈激医院中医部表示 夏季熟火、火气通心 处于亚热带的台湾 气候炎热 夏季常会大量出汗 耗伤心气也令人烦躁 因此分享立夏养生养心秘诀 帮助民众如何在炎热夏天平行近期 首先在饮食方面 我们会建议以清淡饮食为主 夏季阳气上升 若此时食用过于油腻 易上火等肥肝后味 辛辣刺激的食物 容易导致啄疮、口腔、溃烂 便秘等情形 所以建议立夏时节 尽量以清淡少盐少油的烹调方式为主 并增加膳食纤维的补充 以及留意食物是否保存得当 借此减少身体负担 以及预防便秘与腹泻的发生 夏季养心 适合食用红色的食物 如红豆、红枣、红麴、番茄、红凤菜等 再者天气炎热难免大量出汗 需适时补充水分 中医常言汗为新之意 当出汗过多容易使精神与体力下降 因而感到疲劳 所以平时需适当补充水分 健康的人每天至少需饮用 1600-2000cc的水分 以下我们介绍立下时节 四个常用立下养心的穴位 首先是心包筋的内观穴 它位于长侧往横纹 上两寸约三根手指头 然后两条肌腱之间 即为内观穴可宁心安神 然后同为心包筋的劳工穴位在长心 就是当我们握拳时 然后第二第三长骨之间 指尖碰到位置 即为劳工穴可清心火 也可作为中暑晕时的开窍穴位 以及心经的绍腐穴位于长内 同样握拳时 在第四第五长骨之间 小指尖碰到位置 即为绍腐穴可降心火 然后最后心经的神门穴 位于长侧小指下方 就是往横纹处这里 然后有宁心安神清泻心火 以及稳定自律神经的功能 华林辞院中医部医师黄立宇表示 饮食清淡为首药 适当补充水分 从事缓和的有氧运动 穿着保持清爽舒适 家中可使用除湿机 或吃绿豆液原 消除多余湿器 另外就是透过四个常用 立下养心穴位 帮助自己宁心安神 稳定自律神经 记者讲方言 华林诗报导